Arnold 其實有人問這個恆大汽車708 是的 他就說短線可不可以買來搏反彈呢? 這麼提不可以? 其實我不是集中回答你 其實在市況上有三個主題告訴大家 其中第一個就是不要買恆大汽車 問題就是不是恆大汽車行不行 恆大物業行不行 有機會的 你如果說恆大汽車真的有輛車 它不是騙人的那個股仔 你現在市值這麼低 肯定能賣到資產出去 你這些位置搏 恆大突然賣出去 可能說股價反彈到五元、六元 有什麼不奇怪? 但問題你要想 我們經常說買東西想兩遍 好那邊就是OK 你想想不好那邊發生什麼事 不好那邊就是發現 根本沒有人願意接 原因就是可能根本騙人 就是說有車出來 根本全部都是好 我之前說的那些 這是很大的指控 這是很大的指控 你不知道 問題就是如果恆大汽車 現在的股價也是在反映著 潛財風險因素 你說電動車是一個這麼熱的題目 你願意賣出資產 怎麼會沒有人接 問題就是 連小米也有商探過 現在市場就在怕這些 所謂的騙人就是 不是說假的 沒有說到那麼大 這個狼來了的故事 誰人都會 有時候我看東西 我都可能會騙了大家 我看錯的 沒有心的 其實是這一點 但你講的問題就是 恆大現在面臨著風險 全部都有機會跪靈 就是你想我們覺得 之前我們說的東岳 我們想在市場風風光光災 恆大更加高風險 風險和回報永遠成正比 恆大我覺得是比可有比 你問得我 意味著什麼 你根本都不太清楚發生什麼事 不要搞到自己這麼高難度 所以恆大第一件 近期給大家建議 恆大是一律建議不宜佔手 這些是說 被你搏到這次 你會形成了一個壞的習慣 哪間公司出事 跌到那麼長時間 你就想去試 被你這次搏到 下次那間出市上來 因為問題是 你涉及這些風險 就是肚肚落實 不要想 所以你說 恆大在 真的可以問得 是預料被我們罵的 是 真的不要去想 不只是恆大汽車 恆大物業等等 全部一律不宜佔手 你照去搏 你怎麼都等武士 升了一棍上 到時才想 但那一棍 不只是大洋燭 要看消息 要想 所以很花功夫 恆大真的不可以 第二件事就是科技庫 是 近期都說科技庫得出的結論 就是避開又避開 不是叫你去沽它 不是說去看探 是 純粹是不宜佔手 輸機會成本的這件事 是 第三最後就是 不要太集中看指數 是 指數未必快 譬如今天你看到指數 好像跌百多點左右 但其實你看到本路上面 昨天說的 昨天強勢的資源股 都回得很明顯 是 都想跟你聊一聊 所以說的 你就要集中 你看到股市 特別做短炒 花了很多功夫 現在 以前看其實 這幾年短炒 你變成好像很容易賺錢 是 其實是花了更多功夫 因為之前沒有那麼容易賺錢的時間 可能說的 16、17年的時間 你看到指數很容易 指數升 還是有上升勢 看到你隨便買些東西都會做 現在說的 因為指數跌百多點左右 你買科技股反而沒那麼相 今天也是差的 但是你買一種 你昨天強硬變高增的資源股 今天無緣無故就全部都會有4、5%左右 所以就 真的花多點時間 就看指數以外的盤路 整體上面 短期來說 市況是難玩的 是 我們比較建議是 反而是第三項就是 分散投資 什麼項目都有 為什麼我們之前說的 資資源過體探 我也覺得大家可能要買些 因為如果你完全沒有 可能調整完之後 又再上升 那你又會失去一個機會 所以說最終 你說今年的市況 怎樣最容易賺錢 一定是分散投資 分散不同的 這些主流的項目 就是資源行業 因為上游通脹問題 它是圍繞著 另外那些航運股 我們覺得都仍然有 新行業股仍然有 你知道分散了這幾個項目的話 我覺得你的市況上 不會有很大的上力 是